要说中国内地的富豪榜 那绝对绕不开一个人 他就是国美的黄光玉 不得不承认啊 老黄确实是个狠人 当年和素有商界铁娘子之称的董小姐应当 逼得董小姐自建销售渠道 把国美的旗舰店开到苏宁总部对门 各种内涵恶心苏宁老张 就连出狱都是众望所归 老黄带着大家的期盼眼神 宣布大干18个月再造国美 就在大家卯足了劲 准备跟老黄大干一场的时候 10月28号 一场国美总部全员大会 将大家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 到底咋回事呢 先点赞收藏 别到时候找不到我了 10月28号 在国美总部全员大会上 国美电器董事长黄秀宏表示 公司到12月底之前 只会给员工上社保 不会再发工资了 今后中长期 工资发放也存在不确定性 会后公司会出具一份承诺书 员工可各自找主管签责 你眼人一看 这不就是变相裁员吗 这两年啊 裁员倒是见怪不怪 但能把裁员玩得这么清新脱俗 无懈可击的 国美还是独一份 要知道当年国美在老黄的带领下 那可是家电零售大哥大 商界独秀一枝花呀 靠着价格屠夫的这个称号 成为竞争对手的头号劲敌 是众多供货商的唯一大腿 是广大消费者的首选品牌呀 2004年国美上市 老黄的个人资产突破百一举 改写了内地首富的神话 那时候杭州马和伊贝还在互撕 深圳腾刚带着企鹅冲上港交所 大强子才开始玩电子商务 曾经我估计他们看到报纸 经常都能看到老黄在头版头条 2008年国美到达了巅峰 GMV已经突破了1200亿 当年国美的估值可以和腾讯阿里 极限一换一 然而一切的风光 随着老黄入狱 戛然而止咯 因为事前操纵股价 老黄在铁窗之下蹲了12年 老黄入狱是国美由胜转衰的 一个转折点 当大家都以为国美完了的时候 老黄媳妇站出来 扛起了大旗 尽管没能带领国美再创辉煌 但他凭借着一己之力 给国美续命 静候亡者归来 正因如此 所以江湖就有传言 不献鸳鸯 不献仙 只献老黄 又杜鹃 所以说娶媳妇还是很重要的 那再说回来 据说老黄在铁窗之下也没闲着 不仅常年和高管赎兴网来 而且还利用闲暇时间大量阅读 大有一种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状态 去年四月 老黄恢复了自由之身 重新掌印国美 王者归来 必将大干一场 所以他喊出口号 要重振国美 为此呀 他是巨子打造了 真快乐打扮家 折上折三款零售平台 当然老黄依然没有忘记 他价格屠夫的称号 去年五一 老黄放出了杀手锏 宣布真快乐平台上万款商品 全网底价 刚开始后效果还真不错 但是这些年 电商的发展套路 早已不是当年那么简单粗暴了 所以老黄虽然调起的很高 但唱的一般 一番折腾下来 钱砸下去不少 但没看见水花呀 这时候真快乐 也就不快乐了 俗话说啊 人倒霉的时候 放屁都砸脚后跟 今年四月以来 有媒体就爆出国美与多家供应商的合作关系 出现了负面消息 先是美帝发函表示停止供货 再是惠尔普一因八千万货款 宣布与国美分手 人常说啊 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 当年站在财富链最顶端的国美 却拖欠起了供货商的货款 这足以见得国美的资金链得有多紧张 俗话说嘛 皮质不存 毛将烟腹 企业不行了 受伤最深的应该就是企业的员工了 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就有员工陆续爆料 国美拖欠薪资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开头讲到的 10月28号国美总部全员大会 董事长黄秀红 大局官十足的发言 董事长黄秀红的大局官是怎么理解的 我不知道啊 只不过有意思的是 就在他一边大谈特谈大局官的时候 老黄却在今年以来偷偷了 简直开溜 据公开资料显示啊 2022年1月份 老黄和他媳妇卖出了 6000万股国美股票 4月份老黄又卖出了4亿股 然后紧接着就是 6月8月9月10月相继套现 据统计 老黄今年已经累计套现 将近10亿港元 一边是给员工画饼维护企业形象 一边只有社保 没有工资 一边是骂员工 没有大局官 一边是高管偷偷减持开溜 很多人嘲笑老黄 18个月以前口号喊的震天响 号称要让国美再创辉煌 结果18个月以后一看 还是个老样子嘛 看来当年的首富 也不过如此呀 嘿嘿 老乔想说啊 老黄不是笑话 嘲笑老黄的人才是个笑话 能混到首富位子上的人 哪个是省油的灯呢 或许啊 老黄在铁窗之下 早就想明白了 什么事业不事业的 兜的有原则 那才叫事业 所以一出来 喊喊口号造造事 把股价抬高 然后趁机套现 甩手离场 不得不承认啊 老黄是没有当年的闯劲的 可比起当年 现在的他 嘿 可老辣太多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加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